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你的背景 不过你的学历 不过你的工作时间 它只为你而言 成功我感觉10%是有运气的 90%是靠它个人的一种认知的 就在这个时候 它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去做这些事情 这个叫运气 你只要敢做 或者你只要敢想 它就有考量 不是所有的生意 努力就能成功 但是至少它 努力就能成功 能说到底就是个字 能心 能心 这做工业 也是人性的一面 最快乐的 最干净的 最舒服的 就是这做一工 你永远把帮助别人 放在低位的这种价值观 我的产品能不能帮助别人 我所有做的一切 能不能帮助这个社会 帮助这个国家 今天我做的是早餐 早餐是没有品牌的 所有人吃醋早餐 事实上我们是以公益的 这些讲法 但是必须都会商业的方式 去推动 梦想跟圈子 百分百的关系 人这一辈子就写三样东西 就是选对办理 选对老师 选对圈子 对这个行业的期许就是说 让更多的人 能够参与成这个行业 成功是可以模仿 成功可以互助 只要我们团结一次 我们将所向无敌 我的愿望是 因为美版 让你更健康 更快乐